對阿滴的印象是 就覺得他應該是很厲害的一個人 因為畢竟是老外嘛 因為他可能就是爆發力很好 因為他LINE也就是彈跳力很好 對啊可是後來慢慢享受 我就覺得他真的單打的尼亞哥方面都還不錯 雖然就是我們都用爛鶯去溝通 每次都去到房間敲門去看他在幹嘛 或是跟他喇咧幹嘛 我覺得他是一個真的是還蠻有趣的 他其實也蠻想融入到我們本土裡面的 可是可能就是可能魚人也是一名不太大的障礙 我覺得他蠻外向的 對覺得蠻high的蠻外向的 我覺得這是好事情 他很快去融入就是我們的團隊啊 融入我們 我覺得這對他是好事情 其實不只是我跟四年道對影響到他 其實Milkan啊 Will啊 Heaven啊跟外交機道對來其實影響他蠻多的 有給予他很多就是不管是球場上還是私底下 職業球員的建設 那我覺得在這一部分其實今年他提升蠻多的 知道自己就是缺失什麼 其實今年 今年的訓練可以看得出來他非常的認真 我覺得Kenny今年進步真的很多 因為去年他也是後半段才來的嘛 然後因為我有聽到他家裡也有 他媽媽也是生病 然後他一個人也來這邊也是還蠻辛苦 我覺得也是他自己努力得來的嘛 而且 可能今年教練換了 然後也是外交 他們溝通更容易 然後他可能更知道教練要什麼東西 我覺得 他今年在各方面的表現都還不錯 就是專注 我覺得年輕球員比較欠缺的可能是專注力 可能到比賽後半段的時候 專注力會跑掉 他也很願意配合大家 但是我覺得年輕球員比較要注意的是 就是在進步之後 怎麼去維持好的正確的打球觀念 然後繼續持續進步 我覺得這是比較 他現在必須要面對的課題 跟以後需要學習的地方 我覺得年輕球員嘛 就是必須要有老隊員 老教練在帶你 指引他 給他一個方向 知道他自己要做什麼 那不斷我們這些人 就是老隊員在外面普遇他 那我覺得這一方面 其實他也蠻認真 虛心去接受的 那體現出在他的訓練方面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來 在球場上他的表現 就是在畢竟是他的訓練 其實下的蠻多功夫的 蠻多功夫 就是業餘達到職業 這一方面其實改變蠻多的 尤其他的心態我覺得 更成熟更穩重